看新闻 开视野 欢迎收看今天7月16号的公式首语新闻 头条新闻来看 新竹县一名17岁的年轻妈妈 因为日前和丈夫争吵 就把两岁的儿子和一岁的女儿 托付给旧宫来照顾 而昨天凌晨他回家发现到 儿子已经死亡 女儿身上还有多处的瘀伤 送医急救 而检警初步相验发现到 小男童全身是伤 体重不到10公斤 送医急救的小女童 则是因为长期缺水 出现了肾衰竭的情况 检方在昨天晚间 对旧公申请积压 而最新消息是 狠心的旧公收押禁建 而17岁的小妈妈 则是移送少年法庭来审理 裁定收容 大门紧闭周围拉起封锁线 新竹县竹东地区一次发生两名幼童遭虐案 一名17岁年轻妈妈六号时和丈夫发生争吵 之后将两岁儿子和一岁女儿 托付给何姓救公照顾 结果今天凌晨返家 发现儿子倒在地上 明显死亡 女儿奄奄一袭赶紧送医 警方表示 何姓救公在这几天内 完全没有陪同小朋友 只有拿面包给他们吃 吃完就离开 检警初步相验 小男童全身都是伤 而且体重不到十公斤 但死因如何还要进一步调查 至于小女童因为缺水 所以出现了肾衰竭状况 目前还没脱离险境 社会处官员表示 这个家庭去年十一月 列管为高风险家庭 本来最近还要再进行 例行访试 没想到却发生憾事 目前初步评估 家庭照顾功能有问题 等小女童出院之后 会进行安置 记者新竹综合报导 发生在今年五月 震惊社会的国小女童割喉案 市林地检署侦查终结 依照杀人罪名 对二十九岁的凶贤 龚崇安提起公诉 检方认为 虽然他是主动报警认罪 符合自首条件 不过这些都是龚崇安的杀人计划 并不是真心的悔过 所以对他求处死刑 赤夺公权终身 狠心持刀杀害文化国小八岁女童 凶贤龚崇安 今天被检方以杀人罪 求处死刑 公信被告对年仅八岁 毫无抵抗能力之女童 予以割喉 其杀人手段凶残 使被害人家属身心严重受创 更使社会民众身处恐惧 其恶性重大 尽请法院对公信被告 两处最严厉之刑 并宣告此夺公权终身 二十九岁的龚崇安 只因为心情不好 就在五月二十九号 闯进文化国小 打算随机杀人 看到刘姓女童 一个人走到厕所后 就拿起玉藏的刀 对她痛下毒手 割喉夺命 看到女童倒在血破中 龚崇安才主动报警 说自己杀了人 消防人员和警消赶到现场时 女童身上的血 几乎已经流干 送医后宣告不治 害死一条无辜生命 龚崇安公称是因为承受社会压力 出现幻听 不过依据台北荣总精神鉴定报告 指出 他在犯案时 并没有精神障碍的问题 尽管龚崇安是在犯罪被发现前 主动报警自首 但检方依公辞 认为这是他杀人计划的一部分 并不是真心有所悔悟 因此鉴请法院不要依法予以减刑 让工崇安接受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记者蔡惠林 陈保罗台北报道 八仙陈报意外 再添一名罹难者 是全身有百分之五十七 烧伤面积 在基隆长庚医院治疗的三十五岁 曾方金 而曾方金还有一个弟弟 曾和健 也在这次的意外中被烧成了重伤 目前在台北荣总加护病房 还没有脱离险境 在游乐园里和朋友拍下搞笑的照片 他是今年三十五岁 八仙陈报伤者曾方金 他的烧烫伤面积达百分之五十七 事发第三天由淡水马街医院 被转送到基隆长庚救治 他的好友们在脸书替他成立 集气加油粉丝团 愿他早日康复 但曾方金的伤势严重 因感染而引发败血症 导致全身多处器官衰竭 即使装置叶克膜 全力抢救 还是无法脱离险境 院方与家属讨论后 在下午五点二十五分拔管 长庚表示曾方金六月二十九号转入后 全身多处深度烧伤 并发四肢严重腔势症后群吸入性肺伤害 到院后立即进行筋膜切开手术 并在七月二号进行第一次的轻创 但隔两天却出现肺肾功能不佳 开始洗肾 七月九号因为生命真相不稳 装上叶克膜来维持心肺功能 血压一度回稳 经过连日抢救 最后改采安宁疗户 傍晚四点多移除叶克膜 而增加受伤的不只有曾方金 还有弟弟曾和健也在这次陈报被烧成重伤 烧烫伤达百分之九十二 目前在台北荣总加护病房救治 还未脱离危险 记者维尔刘漢林 SNG 基隆报道 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宣布要参选 吉隆立委 引起了地方人士的反弹 结果他十四号又改口 强调为了地方团结 他尽情党中央党中央进行初选 用民调来决定人选 而面对整合的压力 国民党考纪会 昨天是一口气通过了开除立委 纪国栋 前立委张硕文等五名党员 好龙斌十号宣布投入明年基隆立委选战 空降动作引发地方人士强烈反弹 结果他十四号又改口强调为了团结 建议党中央进行初选 比民调决定人选 国民党十五号举办中场会 朱立伦和好龙斌都强调 国民党要团结才能赢得明年大选 对于好龙斌的参选 亲民党副秘书长刘文雄话中有话 表示好龙斌当了两任台北市长 没有选总统 跑来基隆选立委实在太委屈了 由于登记参选的国民党基隆地方人士 有五位 十五号也纷纷出面痛批 好龙斌破坏游戏规则 又是要空降 又是要他要参与民调 好像国民党的规矩 就是他来定的 我觉得这是不对 如果说只有高知名度 就能够选举的话 那很多人都可以营造很高的知名度 国民党对外强敌环伺 对内有整合压力 基隆立委席次 最后鹿死水手 还有一番拼斗 而考计会十五号通过开闸立委纪国栋 前立委张寿文 前台北市议员杨石秋 现任市议员李庆元 以及中央委员李博荣等五位党员 朱立伦也在中常会上强调 极少数同志公开或透过媒体 攻击国民党分裂党 才会做出党纪处分 记者陈嘉欣张子佳 台北基隆报道 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今天三大报都是报道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挥党纪大刀 表示不容许打着蓝旗 反蓝旗 开除了立委冀国栋 前立委张寿文 等五个人的党籍 而看完报纸的头条 接着我们来看到 鸿海集团董事长 郭台铭 不满名嘴周玉寇爆料 说他捐了三亿元 给台北市长参选人连胜文 郭台铭控告周玉寇 涉嫌妨害名誉求偿千万 昨天郭台铭亲自出庭作证 在法庭上跟周玉寇正面交锋 蓝白衬衫西装裤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上午九点半 准时出现在台北地方法院 郭台铭出庭作证 秀出双手 表示今天是带着忍字而来 去年台北市长选举 他被媒体人周玉寇 点名捐三亿给连胜文 郭台铭控告周玉寇涉嫌妨害名誉 求偿千万元 也强调他绝不会轻易撤告 那以我这个人的个性来讲 当我一进采取断然测试 我想我就一路的会走下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司法是公正的 我们相信司法可以还我们清白 事实第一用威胁 用财力的压力是没有用的 郭台铭董事长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我们大家就将来真相见真章 刚才在法院的那一段陈述 柯建民跟郭台铭两个人 说法是矛盾的 面对郭台铭指控 周玉寇也不甘示弱回呛 并指称柯建民的说法 与郭台铭所说的事实 完全相反 有所出入 坚信自己是经过合理查证 对这场官司很有信心 相信法官会做出最正确的判决 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贩卖海带的生化行 涉嫌用工业用剂来浸泡软化海带 十三万公斤的黑心海带 全部都让民众给吃下肚 台中地检署昨天依照违反 食安法起诉了负责人 而他将可能会面临七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 这就是被台中卫生局查出贩卖黑心 海带的生化商行 一楼的工作区域摆着好几个大桶子 里面还泡着海带 只不过业者现在都已经改为 食用添加剂 听到被检方起诉 负责人表示之前是对法规不了解 我觉得那都是我之前 我还不清楚状况的事情 所以我后来知道了 我也都改成一般的食用食品级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东西都是没问题的 那以前就是算是不知责 今年三月食药署查出台中申华商行 使用工业用的碳酸氢胺和碳酸氢钠 将海带浸泡软化后 卖到传统市场 平均每天生产一到两百公斤 三年来总计卖出将近十三万公斤的黑心海带 台中地检署十五号侦查终结 依违反食安法起诉 他将这个海带里面添加这个工业用的碳酸氢钠 那在食品上面 那检察官正常后认为说 这样的行为是违反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台中市卫生局指出 业者黑心牟利的行为 已经让不知情的消费者三年来 吃下可能含有重金属的海带 工业用的碳酸氢胺 碳酸氢钠 可能造成心脏肝脏病变 严重的可能会造成中枢神经的伤害 记者邱紫培彭安群 台中报道 冻结引进长达十年的越南籍看护工 余工 劳动部从十五号开始正式解冻 而第一波预计要引进一万人 同时也订出了几项措施防止劳工逃逸 至于劳工逃逸的遣返费用 将会由越南方面来支付 不再有台湾带电 冻结十年的越南籍看护工 余工在今天正式解冻 劳动部公告从今天开始 重新开放越南籍家庭看护工 和余工申请 但不包含家庭帮庸 从2002年开始 越南劳工成为在台 逃逸比例最高的外籍劳工 当时越南政府无法遏止 仲介公司超收费用的问题 因此劳委会在2004年后 陆续冻结越南渔工 看护工和家庭帮庸 双方经过多次协商 更订出了新措施 防止劳工逃逸之后 可能产生的呆账问题 要求劳工朋友要负担 他的遣送跟收容的费用 这部分里面 假如劳工朋友没办法付的话 越南政府也同意 由越南的仲介来垫付 或者是由越南政府来追讨回来 由于印尼菲律宾政府 对来台家庭类劳工 薪资还涨到一万七千五百元 引发国内雇主 仲介抱怨 越南政府则同意家庭看护工 比照现行薪资 一万五千八百四十元 劳动部表示 这渴望解决家庭类外劳来源不足的问题 第一波预计引进一万人左右 但如果在开放后半年检讨 劳工逃逸数量没有降低 不排除会再次冻结 记者曹云正蒋龙翔 刘翰林新北市报道 登革热的疫情持续升温 台南七月八号到十三号就增加了十四例 而高雄市也是登革热的一级战区 为了防堵疫情漏洞 各地卫生局都寄出了铁腕 加强稽查开阀 而高雄一向是登革热疫情持续升高 从七月八号到七月十三号增加十四例 光是安南区西鼎里就出现九例 台南市卫生局寄出铁腕 只要被查获阳性积水容器 语劝不听 马上开罚 而高雄一向是登革热一级战区 尤其去年还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疫情 为了加强防疫工作 去年九月起 卫生局公务局针对建筑工地环境 使出杀手箭 只要发现严重的资深环境 二话不说勒令停工 建管处就是配合一建筑法第五十八条 就是假如说有开罚的话 认为情节严重的话 我们就会用建筑法第五十八条 勒令停工 工地会面临停工的问题出现 我们工期会整个往后延 这方面是公司不愿意见到的 高雄市一年平均有三千四百到三千六百处 大小不一的工地 地下室 电梯机坑 室内除水桶 都是并没闻产卵滋生的地方 今年的工地稽查从三月九号起展开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二十一处工地遭勒令停工 记者综合报道 苗栗财政困窘 公务员的薪水发不出来 基欠二十亿的工程款也没有着落 苗栗县现在大砍涉服预算 营养午餐不再免费 学生课后辅导也考虑要收费 不过现在传出中央愿意有条件的预支八亿元的统筹分配税款 协助苗栗来应急发放薪水 苗栗县长徐耀昌因为财政问题 不仅公务员薪水发不出 基欠的二十一工程款也没着落 在立委协调下 中央愿意有条件预支八亿元统筹分配税款 协助苗栗应急发薪 许耀昌道动作向行政院要求一百亿纾困 还在脸书po出一人一信就苗栗影片 强调财化法严重不均 不仅独后六都对县市不公 苗栗县获得分配的中央统筹分配款 在各县市更是敬陪莫座 呼吁全县五十六万县民一起拜托中央修改财化法 另外节流部分也大喊社福预算 社团补助以后打七折 生育补助降到两万元 学生营养午餐不再免费 课后辅导也考虑收费 不过令他头痛的是 付不出的土木工程款急欠高达二十亿 协助解决苗栗县财政困窘 行政院长毛志国下午听取主计总处 介入处理财政秩序机制报告 未来如果苗栗县政府也同意配合 基欠公务员的薪水八亿元 也渴望准时入库解套 记者林建生苗栗报道 来看最新的国际消息 希腊国会今天通过国际债权人 提出新版改革法案 而这表示希腊将会与欧元区来进行第三轮的纾困协商 另外再来看到超过九年五十三亿公里的飞行 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无人太空船新式野号终于飞越了冥王星 在美国时间昨天上午八点五十五分 传回了最新的观测数据跟影像 完成人类史上首次造访冥王星的任务 美国蚂蚁兰州劳瑞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任务控制中心 当地时间十四号晚间八点五十五分 现场欢声雷动 科学家跟工程师们相互拥抱 挥舞着美国的小国旗 因为经过十三个小时的漫长等待 人类史上最快的无人太空船新式野号终于传回在冥王星外围 所搜集到的讯号跟工程数据 这次任务是人类首次探访冥王星 美国也成为全球唯一成功造访过太阳系每个行星的国家 美国总统欧巴马第一时间也在推特上发文 对这次的任务圆满表示祝贺 而这次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也感到无比兴奋 更感谢美国政府半个世纪以来 对NASA太空探测任务的不断支持 1930年科学家克莱汤伯 发现当时太阳系距离地球最远 被称为X行星的冥王星 无人太空船新式野号 美国时间14号上午7点49分 距离冥王星最近 只有12500公里 台湾转以高达5万公里的时速飞略 完成撞举 新式野号9年半前从地球发射 飞行53亿公里 之前传回的影像显示 冥王星表面呈现爱心形状 令人赞叹 科学家表示 新式野号满散完整的数据跟影像 将会陆续传回地球 揭开冥王星的神秘面纱 记者就要请报道 首语新闻通的单元我们要来关心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滑手机 不过可别以为只有年轻人才会网路成瘾 现在中高龄的使用者 一天到晚 黏在手机还有平板上的情况也很常见 还有一些长辈 喜欢一直传赖的贴图 笑话 或者是趣味的短片给亲朋好友 而这样乐于分享的心情 其实却有可能会造成干扰 让对方感到无奈 提醒中高龄的朋友 在网路上交流 也要注意网路的理由 接着我们就来学学 网路成瘾的手语要怎么比呢 您可以比网 路 滑手机的动作 加上上瘾 手打开 是网 路 滑手机 加上上瘾 提供您做一个参考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到新闻现场 面包 灵魂的滋味 十点全记录 美食的诞生 每个不同文化的禁忌 拥有不同的信仰故事 不同地区出产的面包 有着令人无法想象的背景 与来头 面包的美味 是如何让人垂涎 让人心动呢 周四晚上十点全记录 美食的诞生 就在公共电视 重版犯罪现场 第十二季 欢迎回到首语新闻的现场 第十五届柴可夫斯基 国际音乐比赛的银牌得主 曾宇谦 他特地借用奇美博物馆的名情 去参赛 而昨天 他回到了奇美博物馆 办理续界 而奇美的创办人 许文龙 特地现场跟他来一段合作 一首西边流逝低小调小提琴 协奏曲就是曾宇谦在第十五届柴可夫斯基 国际音乐比赛夺得赢奖的自选曲 拉着1732年 由意大利智琴大师 光奈里所制作的小提琴卡斯特巴罗 塔里希奥 仿佛冲回在莫斯科的比赛时光 曾宇谦十五日前来奇美博物馆 续界这把百年名情 奇美创办人许文龙十分开心 一时兴起与曾宇谦现场合作 好琴也要有情意好手来诠释 曾宇谦2006年就获得奇美艺术奖 从十一岁开始借用奇美博物馆收藏的名情 九年来借过十四次 这一次要参加国际音乐大赛 他选中这一把音色生成 有爆发力的好琴 还花了时间与他培养感情 一两个礼拜要适应一下 换个旋 第一个很多变化 然后让我可以诠释 不同曲子的时候有不同样的音色 完成续界 曾宇谦最担心的兵役问题 文化部也决定安排他到国立台湾 交响乐团服替代艺 接下来曾宇谦希望 能够如其拿到艺术文凭 记者郭彩燕 孟昭全台南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请写出 爱心的爱 小心喔 好丢脸啊 我要回去准备失败感言了 因为你想下面写个有是因为 因为爱就是有个男朋友 所以下面有个有是吧 你懂我 我不想懂你 这就是缘分 你不想懂都懂吗 一字千金 带您领略中华文字之美 每年营收四兆 员工人数超过百万 65岁的郭台铭 坚持地站在第一线 他的霸气造就鸿海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公司 做任何事情策略清楚以后就要有决断 战胜自己 克服自己所面临技术的问题 日本NHKT